在花博的真硬館裡面 我們有一個蓄勢在發的展區 其中有七個很精采的單元 第一個單元我們會展示一些 由續產試驗所跟中興大學 所選育出來的土雞的新品種 還有五穀雞 包括黑羽的五穀雞跟白羽的五穀雞來展現 另外我們在第二個部分 也有展示出最新的人工生殖的技術 我們展示了人工生殖所需要的一些實體的器材 另外我們也製作了台灣水牛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模型 跟實際大小是一樣的 裡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整個的生殖系統跟消化系統 所以我們也運用了這個無線射屏的技術 例如我們要做產銷履歷的時候 它整個的生產過程的紀錄 我們利用無線射屏辨識的技術 就可以利用這個技術很清楚的知道它整個生產的過程 另外我們也有所謂的這個 這個系統基因的電子條碼 由這個電子條碼可以知道 這個家序或家庭它的這個基因的特殊的性狀 可以作為我們懸育這個品種的一個判斷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生醫用的小型動物的展示區 也就是說我們有小型豬跟兔子 這些動物呢都可以工作我們國內有大概十幾所的醫學研究單位來作為試驗研究的動物 最後有一個就是疫苗跟這個快速檢測方法的一個研發的成果 疫苗呢我們包括了狗的癌症疫苗 還有豬的呼吸道還有這個消化道的這個相關疾病的疫苗 那快速檢測疾病方面我們有這個檢測禽流感的快速檢測方法 還有檢測口滴液的快速檢測方法 這個都是我們的研發成果 我們希望這個能夠把藉由這樣一個展展展展 把我們的研發成果介紹給各位觀眾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